喜欢金庸作品的朋友们 可谓是有福了 最近金庸馆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开馆 馆藏有2000余件展品 渐渐都是难得一见的真品 占地200平方米 位于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 内藏100多组共计2000多件展品 包括小说手稿 文献照片 电影海报 唱片及金庸本人的私人藏品 开馆前夕不仅由导演张继忠前来捧场 郑少秋和汪明泉也应邀成为嘉宾助阵 这两人也是手不经用武侠小说 书见恩仇录改编同名电视剧的男女主角 书见恩仇录的时候真的很困难 因为这个是我我们第一个的长编的武侠 武侠电视剧 就从头学了 真的很辛苦 很累 然后拍摄的场地也是蛮困难 在1976年开播的书见恩仇录中 郑少秋一人分是陈家洛 乾隆和福康安三角 汪明泉所扮演的霍青铜也让他备受追捧 自此两人成为了金庸剧的黄金搭档 二度合作自然也是顺利成章 之后的《倚天屠龙记》中 汪明泉版的赵米一角不仅仅被金庸盛赞 更是汪明泉数十年影视生涯中难忘的角色之一 我喜欢赵明《倚恨土龙记》的那个 那个性格爱恨分娩 而且很可爱 堂堂一个教主 一点小事就要死要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金庸剧出了锋芒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金庸剧便一步接一步开启霸平年代 1983年一开年由刘德华和陈玉莲领衔的神雕侠侣才火爆迎平 被誉为是新一代金庸剧接班人 紧接着接档的《射雕英雄传》 同为无线无虎的黄日华和翁美玲的组合再度争锋 好不示弱 我 蓉儿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的 最后不论是陆顶剧中 足智多谋风流倜傥的韦小宝 一帮老不休 说来说去就是不赞成撤凡吗 或是天龙八部里舍身为大义的乔峰 金庸笔下有血有肉的人物 让他的作品至今引发翻拍热潮 我葬老爸住 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他 光是张机中一人翻拍就近十部 金庸武侠自然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觉得自己不会武功的 真正的灵感 哪里来都会讲不出了 灵感是天生的 《飞雪连天涉白露》 《笑书神侠已必冤》 这十四部金庸笔下的作品 之所以长盛不衰 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们是神教 就是从他的小说里面去沟通 他的思想各方面 《娱乐星天地》香港采访报道 《飞雪人》香港采访报道 好